就是小明上學的時候 他有三台公車可以選嗎 那每一台公車遲到的機率對不對 就是這個東西啊 這個你應該清楚吧 所以他今天問你說選到不良品的機率 他覺得這個要怎麼選 不良品的情況有幾種 三種啊 是不是三種 所以你把它對應的機率把它乘起來就好 所以我們二分之一乘上LOTA 100分之LOTA 一百分之二 再加上這個是三分之一 來乘上這個是多少 一百分之六 再加上這個是六分之一 乘上一百分之多少 一百分之三 幫我選一下這個多少 可以嗎 不良品的機率嗎 你知道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貝斯定理 它的分割嗎 這樣OK嗎 幫我選一下 這個答案是多好 然後等一下他問第二小題喔 第二小題他問什麼東西呢 他問說如果你今天取到一個不良品的條件下 請問這個不良品是來自A機器的機率嗎 好所以他要問publicity of A given在什麼條件底下 在不良品的條件底下 OK 來同學那你告訴我上面那一題 上面這個技巧你答案多少 兩百分之多少 兩百分之七 兩百分之七對不對 兩百分之七 好那現在同學我問你喔 下面這一題要怎麼辦 欸 這個地方喔 他的分母應該是多少 兩百分之七 就是兩百分之七嘛 對不對 就是把這三個東西加起來嘛 就是那個貝斯定理 他那個分母那個 是一個馬那一坨東西有沒有 來同學那上面要寫什麼 這兩個的什麼金子 交集 所以你就看嘛 要走A然後又要不良品的話 所以是不是量二分之一再乘多塔 一百分之二 所以這個就是二分之一再乘一百分之多塔 一百分之二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很明顯啦 答案是七分之多塔的七分之二 所以同學辨識定理其實很簡單 你會畫樹狀圖喔 題目就解決了 欸 聽到我的意思嗎 欸 懂不懂啊 懂不懂 欸 再做一題就好了 再一題就休息 對… 我們看課本 欸 把課本拿出來 我們再做一題就可以了 我需要你的課本 我給你做一個題目 來 我們看到課本的一百五十七耶 來 課本 不然我們來看那個第十四題好不好 來 第十四題 來 第十四題 來 第十四題 我們給他兩個讚喔 這個題目我們一起來看喔 我們把這題講完喔 他說 很多國家的法庭設有所謂的陪審團制度 欸 台灣還沒有 這個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有這種制度 他說 假設被選中參加一項刑案審判的陪審團 不論被告有罪或無罪 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機會做出正確的判決 他會把這句話畫起來 他說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機會做出正確的判決 那另外 當地警方執法嚴謹齁 來 在接受法庭審判的被告當中 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真正有罪的 那現在他問一個條件機率 如果我今天已經知道陪審團判某一個被告無罪 那麼他真正無罪的機率是多少對不對 同學 這個題目 其實你如果看懂他題目 這個題目其實就是一個被釋定理的問題嘛 所以你要畫什麼圖 樹狀圖嘛 他文字敘述那麼複雜 你用樹狀圖把他情況很快的把他怎樣 把他弄得很明朗化 所以長學我問你喔 第一層要先寫什麼 第一層要寫分割 我們的藥粉空間只能夠分割成兩塊 哪兩塊 有罪跟無罪啊 對不對 所以來 你的有罪跟無罪 來 寫上去 第一層一定是寫分割 有罪跟無罪 真的有罪跟真的無罪 來 那我問你喔 同學 在這個題目裡面 他題目有沒有講一句話 他說 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真正有罪的 所以來 有罪這個幾率是百分之多 九十九 來 一百分之九十九 那沒有罪的是百分之多 百分之一 同學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嘛 那接下來同學你告訴我第二層要寫什麼 第二層要寫條件幾率喔 欸 在他有罪的情況下 你告訴我 他的下場有兩個 有哪兩個下場 有罪 他被判有罪跟被判什麼 無罪 所以在有罪的情況底下 等一下我們要寫他對應的條件幾率 他有可能被判有罪 好 我會寫中文喔 也有可能被判有罪 也有可能被判什麼 無罪嘛 把它寫清楚 好 這個考試如果考出來 你這個過程要寫清楚 那在無罪的情況底下 他也有兩個下場 他有可能被判有罪 那也有可能被判什麼 判無罪 OK 那同學關鍵在這個幾率要怎麼寫喔 同學我現在要問你喔 他題目有說 有95%的機會 做出正確的判決 同學大家要問你 他有罪 那判他有罪 這個幾率應該是多少 95%就是0.95嘛 就95% 因為這是正確的判決對不對 那同學這個幾率就是什麼 5% 他明明也有罪 結果你判他無罪 你這個判決是有問題的嘛 來同學那他如果無罪 你判他無罪 這是正確的判決 這個幾率是百分之多 95% 那上面這裡是百分之多 5% 所以同學你看 訴狀譜真是一個好朋友對不對 以後訴狀譜 就把所有的情況 是不是很清楚的寫出來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題目今天要問什麼 他要問的問題是這一個 他要問什麼的幾率呢 他說這個人怎麼樣 他被判怎麼樣 被判無罪的情況下 他真正無罪的幾率 所以我們想知道 他真正無罪的幾率 OK 然後在什麼條件底下 在他被判無罪的情況底下 OK 這一題我把它講清楚 來同學 條件幾率你會寫嗎 分母要寫什麼 他會分母要寫什麼的幾率 對 判無罪的幾率 對 那分子 同學要寫什麼幾率 他沒有罪 同罪 而且 而且怎麼樣 而且也被判無罪 來 OK 那我想剩下的 就只是純計算而已 來 所以你告訴我 他被判無罪的情況有幾種 兩種啊 你看樹狀圖 一種是有罪 然後被判無罪 一種是無罪被判無罪 所以是不是有兩條 所以你在選擇之後 來 被判無罪的情況 是99%乘5 所以這裡就 1百分之99 1百分之99 再乘上 1百分之多 1百分之5 或者是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之前那個貝斯幣 下面那個Figma 有沒有 那一朵東西嘛 對 把它對應的 乘起來有沒有 就把它全部加起來 所以另外一個是1百分之1 有沒有 什麼大幾號公升 然後遲到有沒有 來 再乘上 這個是1百分之多 95 對吧 那分子要一起什麼 無罪 而且被判無罪 所以是要走這一條 所以是1百分之1 再乘上 1百分之多 95 其實平良心講 同學這種題目 你大概做個實題 你就會覺得 可不可以不要再做 因為都不一樣 他只是換個包裝而已 你會覺得題目都不一樣 所以這算出來 百分之多少 這個 100 100 都約掉 啊還有什麼可以約 嗯 是不是可以用5把它約掉 5也約掉 這個約掉是多少 19 那這裡也是多少 19 19 19 所以這題答案會變成 118分多 19 是這個答案嗎 是 真的嗎 對 好OKOK 太棒了 OK你貝斯定理會了嗎 不會 其實很簡單 貝斯定理我告訴你 就是畫素狀語而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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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